每日最新关键是城市向前行 早安,你好,我是德财 早安,你好,我是小芬 你在收看和收听的是古静早班城市向前行 Hello,你好,我是小芬 没错,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于中油业的这个新闻 我国将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也就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来起诉欧盟 就是抗议欧盟抵制大马的中油 那根据种植及原产业部的这个部长呢 也就是默哈默凯鲁丁 他昨天就发出文告的时候表示说 原产部呢将会和总检察署来合作 就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 针对欧盟诉诸的这个法律行动 而这项法律行动呢 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的这个贸易原则 作为基础还有理由 没错,这个默哈默凯鲁丁 他也表示说欧盟在欧盟再生能源指令之下 实践的这个政策呢 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不合理的限制了我们马来西亚 正在实施的可持续性的自由贸易的实践 他说呢 欧盟的这种歧视之举 会导致超过300万名 从从事这个棕油业的大马人 蒙受很大的一个冲击 其中大约有半数都是一些棕油的小原柱 那么他也指出2018年12月 欧盟通过了欧盟再生能源指令 这个指令呢 就制定也在这个2019年的这个三月份 通过了一个授权条例 也就是对农作物作为生殖燃油的原料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就是那些会导致森林砍伐啦 还有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造成间接土地用途的变更 这些条件呢 都比较严格了 那有鉴于此呢 根据有关的授权条例 棕油也被列为是ILUC 也就是高风险级别 因此出口到欧盟的棕油 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和影响了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全球可能有一些的标准 就是希望说能够保护这个地球 那我们马来西亚的棕油业呢 也已经非常的努力 想要去符合这些标准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 你又在抵制马来西亚呢 我相信这就是我国政府 想要表达的一个意见 就是穆罕默凯鲁呢 他说欧盟再生能源指令下的 这个授权条例呢 其实是被视为缺乏透明度 也没有这个科学公信力 而且当中是有很多的假设的 这就让人们对于我国的棕油呢 有一个不正确的印象 所以大马呢 将以第三方的身份 来介入印尼所入饼的这一个诉讼 那大马的参与呢 就显示了支持 还有团结 以及大马作为棕油出产国的一个承诺 以便和印尼一同抗衡 这个抵制棕油的这个运动 他就说马来西亚呢 将承诺继续捍卫我国棕油业的一个利益 所以棕油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是带来许多的贡献的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随着这个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防疫措施 已经渐渐放宽了 各个领域也渐渐开放了嘛 也激活了我们的这个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活力 带动全球的需求改善 那么加上这个产量逐渐下滑 我们看到新加坡的棕油分析公司创办人瓦卡 他就比较乐观的表示说 原棕油价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是会复苏的 每吨会上看2594令吉 那他会不会是太乐观了呢 他说全球各地逐步的放宽这个封锁措施之后 尤其是原棕油购买大国 比如说印度还有中国 他们的经济活动复苏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 推动我们的原棕油价的一个回升 没错分析也认为说 就是随着印度还有中国是逐步的开放 大马方面也有望从当中受益 因为大马的原棕油的价格 基本上是比印尼还要低的 而且大马还有印度贸易关系 其实正在改善 另外也考虑到就是个人清洁 还有防护用品使用的这个次数 基本上是增加了嘛 对不对 那油脂化学品呢 它的这个需求是增加的 所以相信它是会带动整个原棕油的消耗量的 不过呢 就是这个原棕油的消耗 是不是能够全面的复苏到以前的情况呢 那这则是有待观察的 那我们就看到大马棕油理事会 NPOC的一个预测 就是如果印尼还有马来西亚 就是如期的进行强制生物柴油计划的话呢 在欧洲菜籽的这个产量减少的同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说会有很多的买家 是转向购买原棕油的 估计下半年的这个原棕油价格呢 就会好像刚刚小分有提到的 每吨2594令吉的一个高峰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达到 然后刺激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呢 复苏的更快一点 没错 我们看到去年呢 2019年的时候 这个原棕油的价格啊 基本上是跌到 跌跌不休耶 大家是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就希望说 今年2020年 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上的改变呢 能够把我们的这一个 原棕油的价格 可以再带到一个高峰 全天后的留守 CD Plus 这里是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 谢谢大家 大家 谢谢大家